这个丑女人终于把自己给嫁出去了 虽然老公小帅是个瞎子 但是在他们那个年代 女人的数量远是男人的好几百倍 嫁不出去的女人多如牛毛 只有眼下的小帅才会娶她为妻 因为她长得实在是太丑了 丑到连当地的老头老太都嫌弃她 就因为老公是一个又高又大的Mr.帅 长相丑陋的阿善 每天都会在睡梦中笑醒 他能找到如此帅气的老公 简直是自家祖坟冒了七年 阿善每天无微不知地伺候老公 给他做最好吃的海鱼 而小帅根本就不知道 自己竟然是个抢手货 反而觉得砸一穷二白 还什么都看不见 这是上天有好生之德 给他降下了好运 娶到如此温柔贤惠的妻子 于是他每天下班回家 都从外面带回一个声音最好听的石头 作为奖励来报答妻子 阿善每次都开心地收下石头 他觉得自己是天底下最幸福的女人了 然而一转身 他就把这些石头全都献给了神明 并向神明许下独咒 他希望自己的老公永远都是个瞎子 因为他很是担心 一旦老公什么时候恢复光明 他就可能什么时候恢复了光棍 然而越是担心害怕的事情 它就越容易发生 仔细看 这个女人长得丑吗 老他说丑当然很丑 因为他跟当地其他女人比起来 实在属于比较难看的那种 但是就这么一个丑女人 却找到了一个又高又大的Mr.帅 女人每天用心呵护着小帅 小帅也对天发誓 这辈子只对他阿善一个女人好 但是在那个女多男少的年代 男人的嘴骗人的鬼 小帅很想恢复光明 能够好好欣赏一下这个花花世界 有一天老板在按摩时告诉他 隔壁有个新王的哑巴 连续一百天到神明跟前祈祷 结果感动了神明 就在昨天老王居然开口说话了 说着无心听着有意 小帅回家联盟告诉妻子 从明天开始 他要连续一百天去神明祈祷 希望神明保佑他重见光明 阿善笑眯眯的说 好呀 愿夫君早日开眼 转身他却向神明许下了更毒的狠咒 恨不得让老公的眼睛烂掉 也许是神明更加怜悯瞎子小帅 在小帅坚持祈祷了一百天之后 他刚进门就扔掉了拐杖 因为他眼睛里逐渐有了光 小帅激动的将阿善紧紧抱入怀里 他等着一天足足等了三十多年 他联盟拉着阿善一起照照镜子 只看那个年代没有美颜相机 和妻子咔嚓一张 不知所措的阿善赶紧给老公准备饭菜 这一边看着一边吃 味道果然更好 只是这海鱼也忒小了点吧 愁眉苦脸的小帅起身就出门了 老板见他眼睛恢复光明 也高兴不已 告诉他你现在能看见东西了 就不能再送石头给阿善了 女人都喜欢头饰之类的东西 回到家中 小帅就给阿善带回了一个漂亮的头饰 可阿善说 这还不如以前的石头好看 小帅一气之下收掉了所有的石头 将它们全部倒掉 老板串小帅不要生气 你这长相各方面的都很优秀 如今眼睛又恢复了光明 阿善着实配不上你 你去外面好好看看世界吧 英军的小帅五岁界双眼失明 经过一百天的潜心祈祷之后 他重见光明了 可老板却说 小帅的妻子长得太丑 实在是配不上这部帅气的小伙 小帅对着镜子照了又照 果然这英军的小脸的确是太帅了 他顿时觉得家里的小海鲜不好吃了 转身出门刚好碰到村花小春 小春说早就相中了小帅 只是以前他眼瞎娶了丑媳妇阿善 现在好了他可以见光了 拉着小帅就回到了自己家里 还给小帅弄了条正宗的大海鱼 小帅喝着小酒看着柔美的小春 嗯果然是比阿善要漂亮多了 小春更是主动 正当小帅准备行动之时 等 妻子阿善一把拉开了房门 他板着阴沉的脸 静止朝小帅走来 轻轻抚摸小帅的脸庞 阿善活生生抠掉了小帅的双眼 可是画面一转 小帅从睡梦中惊醒 原来这一切都是他做的一场噩梦 可事实真的如此吗 细心的朋友不难发现 眼前的这个闭眼瞎子 已经不是以前那个真眼瞎子 而妻子阿善也已不是 以前的那个善良温柔的妻子 他扭头诡异的微笑 老公送给他的红色头饰 正稳稳地放在床头 事事真真假假 屏幕前的你应该明白 这究竟是不是一场噩梦 而这场噩梦所造成的一切 归根结底的源头又是怪谁呢